大家好,我是猫妈,欢迎回来 今天是个大雨天,一直在下雨 和朋友打电话,发现我们的想法既然是一致的 这种天气就是和在家刷题 来到朋友家,小朋友们一起刷题吧 还是老样子,拿出Bound 小鱼儿的8-9岁练习题Assessment Paper 从Non-Verb Reasoning做起 第一套鱼儿得了45分,还不错 他第一次接触这种Code 就是根据已知图形的Code 来总结出每个字母所代表的规律 从而写出问题中图形的Code是什么 接下来开始English Assessment Paper 今天鱼儿表现非常好 阅读题全部答对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一道Compound Words 他竟然没有用选项中所列出的单词 自己想了很多新的单词出来 您的宝贝做题的时候 会不会也这么天马行空呢 好了,我们开始第三道题 Warp Reasoning 这道题中规中矩 还是小鱼儿平常的表现 那需要指出的是 题目中出现了2A、2B 这种由字母代替数字的题 那我们需要提醒他 2A是2乘以A 最后一套Math Assessment Paper 除了粗心、马虎 这种经常出现的问题 就是一个新的topic 如何看地图 那通过我讲解 现在鱼儿已经知道 如何正确看地图了 还是需要多多练习 由于时间还早 我们还做了一些Math Practice 主要是针对于负数 以及如何计算出 两个数之间的数值差 总体来说 宝贝们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好 好 1 2 3